今天这话题则是要来看到总统蔡英文 在晚间回房新北市淡水 帮忙立委候选人吕孙玲站台 而蔡英文在台上除了大打正机牌 说自己三年多来 让台湾经济重回四小龙之首 也强调全世界都在说台湾是好地方 不知道为何有人要唱衰台湾 要大家不要选唱衰台湾的那个人 家带高人气 现身新北市淡水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吕孙玲的造势大会 总统蔡英文除了帮忙复选 也不忘端出任内正机 我接手的时候 我们是四小龙最后一名 今年已经是四小龙第一名 大家说好吗 总统蔡英文除了强调三年多来 让台湾经济重回四小龙之首外 还推动加薪减税以及长照等福利政策 蔡总统表示就是不明白 台湾各项发展都在往前进步的同时 却有人不断唱衰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自己人 老要唱衰台湾 好 那我们就不要选那个唱衰台湾的人 我们就选能够带领台湾 继续往前走的人好不好 要如何带领台湾往前走 更同时留住自由和民主的精神 蔡总统说大家得团结一致 用选票为自己发声 2020年要看台湾人做什么选择 台湾人要选择守护自己的主权 守护自己的民主自由 还是要妥协 还是要低头 新城满党的总统蔡英文 大选倒数最后关键回防新北市淡水复选 除了力求连任也期望国会能过半 在双赢的状况下 才能渴望带领民进党往前走向改革了 新局面记者葬报导